欢迎观 麻糬用一个面积和三両是藏国帝旗 其中高博共所持的麻糬不然是拼击好 所両业尖藏官的高侠 可以说是麻糬的高兴 为止提供在地麻糬 高博共公司将会在九月二十日后 来基盘十万节割当 除了美国民众接到在地上市的麻糬 也希望大家来了解高博的美式各风景 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麻糬料理 每一项都很有特色 其中一项子弹蚊 确实结合高博当地的麻糬 好不容易用米顺 和粉临的豬肉所做的 用口无特产的这个鰻鱼切片 然后再卷上鱼鱼的猪肉 中心层用这个腐胃的玉米笋 做成一个结构 形成一口三享受 就是我一次可以吃三种东西 把这个饼做大 把这个产业加大 我的蚂蚁的特色就是说 它在地的水质 那个非常的烘配 所以它养殖蚂蚁是最好吃的 那么今年的菜色 有很多我把它做成一些 我们网路看不到的 像那个蚂蚁堡 还有我们的蚂蚁子弹肉 这些都是比较 外面比较不常看到的 靠用吃麻糬的三样 占全国的日本一项 但是目前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麻糬 都是外销到日本 为了要有在地的民众 可以吃到好吃的麻糬 管府和公所今年也要继续基盘 斯曼杰 我们的蚂蚁是全台湾最重要的 这个麻糬的三地 我们的这个生产量 占全台湾的五项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都外销就对了 所以我们感觉说 应该也要让我们台湾人 我们自己的乡亲 有机会可以吃到 蚂蚁所生产 这年要靠拼一个麻糬 而且它的营养分 非常非常高就对了 所以说在我们林泽林 林乡长的这个倡议之下 我们已经办到第二年了 近年的时漫节 比今年处出两天的时间 林乡长不可以吃到 各种不同的麻糬料理 公所还推出在地的观光流行 从UK来体验 考虎的特色参业和心态风景 今年是第二次 我们和既然的这些麻糬 一个不同的地方 既然是麻糬的风味餐 就是在表演活动 与农与产品 展售的活动 一天就结束了 但是我们今年特别不同 有延续三天的 曼女节的活动 考虎的时漫节 准备在九月二十几户 正是专门 是要吃到当地好吃麻糬料理 就要冠近十万楼来议定 大家聚会来考虎吃麻糬 实在当地的美丽经历 记者冠儀 查询报导